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的读书季跟各位分享的是 所罗门群岛 那为什么要讲所罗门群岛呢 实际上最近中国跟所罗门签订协议之后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所罗门群岛名字的由来 这就要讲到在1885年的时候 在英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 所罗门王的宝藏 在这本书当中 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虚拟的场景 讲到当年在西元前3000年前 当时所罗门王有一批宝藏 在所罗门王执政40年之后 这批宝藏就不见了 所以当时对整个世界上很多人来讲 所罗门王的宝藏 都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东西 好 到了15世纪大航海时代 那西班牙的探险家 就在南太平洋发现了一个岛屿 他上岛的时候 发现的小孩子或大人 都配有金饰 黄金的饰物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 一定是传说中的 所罗门王藏宝藏的地方 所以就把这个岛命名为所罗门岛 西班牙人走了以后呢 这个接着英国人 法国人这些 陆陆续续在这个大航海 178世纪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所罗门王的宝藏 到底有没有在所罗门群岛 实际上是没有了 900多个岛屿 虽然住了将近60多万人 可是实际上是没有所罗门王的宝藏 那当然在这本探险的书当中 让我们产生了更多好奇 对新鲜事物的探险 那更不要说汤姆历险记 金银岛 加勒比海盗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冒险故事 所罗门王的宝藏 大概真的很难再找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至少所罗门王呢 留给我们许多珍贵的真言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讲到 愚笨的人总认为 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而聪明的人愿意听别人的意见 那当然呢 我想这个所罗门王的宝藏 实际上就是在书本里 只要我们去阅读许多书籍 我们自然会找到 所谓的所罗门王的宝藏